剛才我們有請老婆形容 他們老公像什麼動物 所以現在反過來之後 老公們 你們覺得你們老婆是什麼動物呢 為什麼 我覺得Vicky 如果要用動物來形容她 應該是 這麼會急 這麼煩 為什麼 因為她 有一點神經質 然後畫也很多 哪裡神經質 我只是畫多賞門大 我哪裡神經質 你看到哪裡 焦慮了 我覺得擠娃娃會需要 需要保護吧 很丟來丟 就是 那種 我又不會這樣 妳是像吃了一點 安眠要有急娃娃 你溜中的 比較慢一點 你覺得 力情像什麼 我覺得她 因為她小時候家境不錯 所以等於是家裡也有用人嘛 然後吃喝不愁 就不愁啊 比較像那個 屁啦 我哪有啊 關在樓子裡面的金絲雀 有時候會一直叫 在耳邊一直叫叫叫叫叫這樣子 金絲雀還幫你收 你丟在地上的垃圾袋 對 其他的家務都是我在做的 你不要每次都是這樣 真功尾過的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 你看 異怒有沒有 對 異怒體質 對 不是 真的會異怒 而且我爆炸哦 小心哦 對 沒錯 異怒體質啊 不是 沒頭耶 沒頭耶 還是你啊 是你 人家在講你 你覺得 講我 聽不出來 你聽不出來 異怒了 金絲雀是你 金絲雀 對 真的耶 是哦 抱歉 那你覺得咪咪算什麼動物 像博美狗吧 就 就是很吵啦 然後 永遠吃很少 然後又有點神經神經 他也是神經 差不多啦 但是好處是 可以活很久 可以一輩子忠實的好夥伴 可以陪你到老 真的 其實 咪咪有話很多嗎 有 實際上話很多耶 你讓他開啟那個電話 叮叮 喂 你好 我是咪咪以後 停不了的 真的啊 停不了 有時候我下車去回來 衝完店回來 他還在講 對啊 不是 問題是因為 我在家都沒有人跟我講話 我只好對他講話 然後他就 一直覺得我話很多 可是其實沒有耶 我就只不好對方自己講話 前幾天晚上 就小優打來而已 小優也只是問說 妳明天要不要來參加一個活動 他跟人家講了兩個小時 我難得 兩個小時 真的 小優有什麼好講的 對啊 兩個小時太久了吧 兩個小時 小優都做完了 不是 我跟你說 難得有一個人 月遇跟我聊天 我覺得很開心耶 因為我其實不習慣一直打字 可是我是不喜歡講電話 我也不喜歡講電話 所以因為我覺得打字很容易 就是會 可能人家不知道 我想要傳達的語氣 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喜歡是 你會用講的 現在不是有語音嗎 我也不喜歡語音 因為語音有時候按了 然後聽 然後就又按 沒有即時的回復 對 沒有即時 而且我會覺得 就是我喜歡直接講 然後好不容易有一個人 自己打來跟我講話 小優是偷摟 玄桃有路 你不走 小優你現在很懊惱 上一個是啦啦 而且你剛剛沒有聽到 阿福說什麼 你說你要講電話兩個小時嗎 他說 已經讚美完了 已經讚美完了 讚美完了 什麼 下次可以啦 剩下的 手工很好 對 真的 就每次看夫妻 就是我覺得夫妻都是互補的 配得剛剛好 是 那婚姻真的就是一個造妖精 有沒有 互相看對方 能夠把他的缺點看成優點 或是多看他的優點一點 我覺得其實這路 可能就長長久久了 今天祝福三隊囉 18年的 10年 5年 其實都是大家的榜樣 謝謝大家來 謝謝